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部长 你怎么会在这 部长 你放心吧 你在这打工的事 我不会跟人说的 我说苦如皮 打什么工 你会不会说话 这是我未婚夫开的餐厅 我来帮忙而已 别自作多情了 快点 这个拍辣了不要 这个看起来就不好吃 不要 你们这儿的招牌菜是什么 这儿的红烧肉不错 红烧肉 太腻了 热量太高了 再给我推荐一个吧 你要素菜还是荤菜 素的素的 最近在减肥 蚂蚁上树 蚂蚁上树 好吃吗 吃了就知道了 那给我来个蚂蚁上树吧 部长 我今天出来的太匆忙 我把钱包 我把钱包落在公司里了 你能不能先帮我付一下 我回去以后马上就给你 吃霸王餐啊你 要不你先帮我垫一下 想得美 洗碗去 一小时前 就是一个小时之前 一个小时以前 也可以说 两小时前 三小时前 一天前 一个月前 一年前 反义词是后 一小时后 两小时后 欢迎光临 去消费的时候 常常听到店家说 欢迎光临 这四个字 你怎么会在这儿 你怎么会在这儿 惊讶和不理解的时候 我们常常用 怎么而不是为什么 怎么会 形容词动词 表示不会 不可能 不应该 比如 怎么会赢 不会赢 怎么会走了 不应该走 怎么会感冒 不可能感冒 你放心吧 和别担心 其实是一样的 打工是离合词 打是动词 工是名词 所以语法上要注意 比如 打什么工 而不是什么打工 我在中国打过工 而不是 我在中国打工过 打一份工 打两份工 不会跟人说的 不会跟人说的 就是不会告诉别人 的意思 不会 摸摸的 最后这个的 表示强调 语气更坚定 手口如瓶 就是保守秘密的意思 会不会说话啊你 当对方说的话不好听 让人反感和不高兴的时候 可以这么说 未婚夫 将和自己结婚的男人 我们说未婚夫 将和自己结婚的女人 我们说未婚妻 来帮忙而已 而以放在句子的最后 有 只是 罢了的意思 表示 没有别的 和英语 just only 差不多 只是 摸摸而已 常常连用 比如 我学汉语 只是想去旅行而已 他不说话 只是累了而已 自作多情 是指 对别人过度关心 过度热情 但其实别人并不需要 比如 这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 我以为他喜欢我 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 别自作多情了 他根本不爱你 辣 是食物的一种味道 韩国人很喜欢吃辣的东西 对吧 辣白菜 也就是泡菜 非常喜欢吃辣 也可以说 无辣不欢 看起来 是通过外表得到的判断 比如 这个看起来很贵 天气 看起来很好 看起来旧 这里的旧 是强调 招牌菜 意思是 最好吃的菜 最有名的菜 每个饭店 都有自己的招牌菜 比如 我们饭店的招牌菜是 排骨汤 炸酱面 是这家餐厅的招牌菜 红烧肉 是中国很有名的一道菜 是用五花肉做的 同学们可以去尝一尝 我妈妈做的红烧肉 就特别好吃 腻 也可以说油 大部分中国菜 都有点腻 所以 中国人吃饭以后 喜欢喝茶 除了油多的菜以外 太甜的东西 我们也可以说腻 热量高 蛋糕 饮料 冰淇淋 都是热量高的食物 热量太高的话 对身体不好 少吃热量高的食物 推荐是动词 常用的语法形式是 A给B推荐C 比如 姐姐给我推荐了一套化妆品 老师给我们推荐了 很多中国电影 常用的句子有 请给我推荐一家餐厅吧 你能不能给我推荐一下 有名的景点 你有什么好的推荐吗 素菜 是以蔬菜为主的食物 比如 青菜 蘑菇 胡萝卜 玉米 这些都是素的 荤菜 是以肉类为主的食物 比如 五花肉 烤鸭 排骨汤 这些都是荤的 减肥是动词 常用的句子有 减肥很难 减肥失败了 我想减肥 等等 蚂蚁上树 和韩国的 有点像 正宗的蚂蚁上树 是有肉末的 不算是素菜 但由于现在吃素的人越来越多 有的蚂蚁上树就不放肉了 吃了就知道了 也可以换其他的动词 比如 看了就知道了 去了就知道了 等等 给我来个 点菜的时候常用的句子 比如 给我来个五花肉 给我来瓶啤酒 等等 出来的匆忙 是程度补语 匆忙就是着急急忙的意思 很快的做了什么事 我们就可以说 动词的匆忙 比如 走得很匆忙 制作得很匆忙 把磨磨 落在磨磨 把什么东西 落在什么地方 比如 把手机落在家里了 把雨伞落在公共汽车里了 等等 A帮B 后面接动词 比如 朋友帮我整理房间 爸爸帮我修理自行车 帮也有代替的意思 付是动词 付钱 是常用的一个词语 你能不能帮我付一下 就是 你可以替我付钱吗 的意思 霸王餐 是名词 意思是 吃饭不给钱 有些人去餐厅 吃完饭就跑了 就可以说 他们吃霸王餐 要不 放在聚首 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想法时 可以用要不 比如 要不我们一起骑自行车吧 要不今天别去了 要不喝咖啡吧 怎么样 等等 电 是电钱的意思 电是动词 代替别人付钱 就叫电钱 比如 今天同学没带钱包 我先帮他电了 老师帮我电了学费 我得快点还给他 信用卡也是一种电钱的方式 想得美 当对方的想法很幼稚 不现实 不能理解的时候 我们可以说 想得美 好了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咱们下次再见 欢迎光临 欢迎光临 部长 你怎么会在这 部长 你放心吧 你在这打工的事 我不会跟人说的 我说苦如瓶 打什么工 你会不会说话 这是我未婚夫开的餐厅 我来帮忙而已 哦 别自作多情了 快点 这个 拍辣了不要 这个 看起来就不好吃 不要 你们这儿的招牌菜是什么 这儿的红烧肉不错 红烧肉 嗯 太腻了 热量太高了 再给我推荐一个吧 你要素菜还是荤菜 素的素的 最近在减肥 蚂蚁上树 蚂蚁上树 好吃吗 吃了就知道了 那给我来个蚂蚁上树吧 部长 我今天出来的太匆忙 我把钱包落在公司里了 你能不能先帮我付一下 我回去以后马上就给你 吃霸王餐啊你 要不你先帮我垫一下 想的美 洗碗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i know you